香港人是全世界住得最逼劫的民族 沒辦法 當供屋都喊成八球一間 我們有什麼辦法 不越住越小,越住越抑鬱 於是我們這次就決定 要為飽受住屋問題困擾的香港市民 來一個窩居,宅急變大行動 這次我們在全港招募了十個住屋上 出現很多難題的家庭 幫他們的家居來個免費大變身 不過有權利當然要有義務 首要條件就是妥協和就範 完全接受我們的改造方案 甚至是殘酷的批評 你們好厲害 我覺得怎麼可能是人住的地方 這裡會有梳化嗎? 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有?是誰?找不到梳化 後面 就是了 其實… 其實… 你的梳化已經被你探戶染了 我看不到 真是沒錯 最終其實也是,也是懶惰的 說我跟他也不太喜歡收拾東西 真的,對 打擾了… 我和表姨一起住 我表姨初時只會找幾個公仔包著 有一天我發現回來 為什麼越來越多? 為什麼?整間屋都包均勻了 他喜歡看電視就這樣 這樣 像斜短一樣,對吧? 這樣就… 對,我們看著斜短一點 小心 打開就看到了,打算… 雪櫃擺放在這裡,為什麼要急凍? 我最滿意就是電箱包著 隨時爆炸的怎麼辦? 這間交到沒有人有一個交代屋 我們決定要幫他徹底脫膠 就是自己有點暖默的心情 又是保仔? 後面還有…剛才撿到一箱保仔 因為你們對那件麥犬沒感覺 我就覺得沒用了,就扔吧 你下次真的會用這個嗎? 會 這個要不要? 這個要嗎? 這個要嗎? 這些都是要的 要的… 根本不是幾千呎,三百多呎 整間屋都放了雜物 那人住在哪裡? 既然我們沒辦法把屋子變大一點 不如想想辦法 善用一種由日本傳入的生活哲學 叫做斷舍梨 斷是斷絕不需要的東西 寫就是寫出多餘的廢物 而梨就是脫離對物件的執著 不行,斷舍梨… 扔掉… 不要吵了,先冷靜 你一定要有一個心… 你冷靜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學會了斷舍梨 其實我們以後是不是不存東西? 有淚光 有淚光,紙巾 我已經兩個月糟糕了 不是什麼都不給糟糕 是要懂得選擇東西來糟糕 幫店家裡減肥、減肥之後 這次我們就請到兩位窩居變身專家 Queenie陳利敏 本身是一位潮流扮靚教主 創意家居佈置就是她的強項 最厲害就是教人 如何用深水埗的價錢 就泡製出中環檔廁的家居品味 我們的節目精神就是地拖變Dior 希望用很少資源去打造 一個人會滑一聲的環境 而Ann姐就是裝修兼驗樓導師 強項就是教人家佈置家時 如何精打細算,限制得盡 接下來一連五集 窩居宅急變 為你在樓價顛貴、空間逼劫 荷包乾堂的情況之下 將你窩居這麼小的窩居打造一個 六星級的家 好,現在我們就去探訪 這次參加節目的第一個單位 這間位於將軍澳 扭齡三十年的自治公屋 你好… 有些景色 你們很厲害 我覺得怎麼可能是人住的地方 不是吧,這間屋子 我以為是垃圾缸 只有三個人住 雜物堆得像三十個人住,這麼誇張 你看…那些玩具多到 可以開一間幼稚園也可以 護主姜先生姜太 就說自從女兒兩年前出生之後 就再沒有收拾屋子了 是不是很誇張呢 你看這些雜物堆得 梳化也找不回 這裡有…這裡有梳化嗎 是… 其實有的 有… 哪裡找不到梳化 你看到紅色的行李箱,是不是 紅色的行李箱後面… 其實… 對,但你的梳化已經被雜物掩滑了 我看不到 其實真的不會坐 屋主好東西 又不收拾屋,又不擲東西 但就不斷接收朋友送的二手玩具 開店嗎 有一輛很巨型的玩具車 很高端的玩具 對… 試駕駛機 還有電子琴 還有電子琴 電子琴 朋友搬屋,她很疼我的女兒 她說對,你女兒想學琴 然後就給我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蝕、不要浪費 有人給我 這件東西要買也要幾百元 我說姜太太,如果還有東西來 還很大件,如果你又很喜歡 怎麼辦?我還有公公 我感受到現在這個… 這個本來是客廳 是 我看到… 我是有電視機的 我曾經坐過電視機 我完全看不到 我看到這邊也有些衣服 對 收了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廚房,對吧 對 對 最終其實也是,也是懶惰的 對,因為老實說 我跟她也不太喜歡收拾東西 真的… 其實是這樣的 姜先生本身是一個網球教練 而姜太太也是一位 婚宴活動策劃師 這間300呎的公屋是姜先生爸爸 早年買下的 打算留給他們兩小口子結婚住 但是兩夫妻甜蜜入主之後 就好像發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們的解釋就說 因為沒有傭人姐姐 但又要照顧女兒 所以什麼都兼顧不了 你姓賴嗎? 有試過滴起心肝撿一、兩天 但是很快就變成很訓練的狀態 怎樣也好,我知道你們很忙 但是也要迫起心肝 來一個斷捨梨 扔下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過期的東西 或者暫時女兒不適合用的東西 讓給別人 如果斷捨梨十分 你願意扔東西的意志力 有多少呢?我想… 如果去到女兒,十分都可以去得盡 真的? 是 好 斷捨梨是一套由日本傳入的生活哲學 教大家怎樣跟難捨難離的 陳年舊物一刀兩斷 減走廢物 自然可以令自己的生活加分 令環境又清爽了 心靈也可以減費 斷捨梨 就是利用撿走家裡的雜物 來整理內心的廢物 令人變得更加開心的方法 而且是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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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買一套, 可能有六百萬 有些人說是上車盤 六百萬上車盤, 只有三百多呎 你擺完東西, 只剩下五十呎 你用斷捨梨之後 你拿回真真正正的 可以擁有這個赤界應該還給回來 全都住足了, 別虧了 我覺得斷捨梨還在香港 是非常精彩的 這次的玩法很簡單 我們跟姜先生姜太太的窩居大翻身 但是同時, 他也要跟我們約發三張 就是要他們徹底把全屋的雜物 來個斷捨梨 好, 姜先生姜太太 我們準備了三個膠箱給你們 這三個膠箱給你們擺 你們不可以失去的東西 其他東西我們就會幫你斬斬斬 對了, 好… 兩年都沒有收拾過屋 一開始收拾屋 我們就發現它儲存的物資 十輩子都用不完 連這些忌廉 日本的俄羅拉冰果 日本的 也要買兩瓶 是 很多都是雙倍, 你看 很多… 全都是兩盒的 姜先生太太, 你們平時是不是 有這個走難模式 有些東西都要團貨, 要買 這個要嗎? 姜先生太太厲害了 我本來也有三個 是…坐在那時候會很重要 但你女兒已經兩歲多了 是 其實姜先生太太, 你們家裡有這麼多東西 可以養活非洲或一些國家 我想有二十個家庭 很噁心 冷靜… 已經不是了 遇到了, 這些我搞定… 我死了… 對, 當然了, 沒東西吃的 真的有 好, 辛苦了足足整天 清酒全屋的廢物 廳終於浮出來了 我進來看看 到了, 我看到牆壁 穿那些有回音 你們重點… 沙發 對, 先坐… 好… 坐… 感受一下 很為了的沙發 姜家清酒的雜物 足足霸了人家整條走廊 加上電梯口位, 這麼誇張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慈善機構 願意接收 例如今次我們幫姜太 找到這間 位於荔枝閣的慈善機構 專門回收兒童物品 這個吧 這個也可以 可以幫助香港的家庭 讓他們在家裡積存了 一些不玩的玩具 或者一些物資 可以捐給我們 寶寶可能玩了一會兒 或者是沒玩過 或者有些衣服 過了一個階段, 無法穿上 我們可以循環再融 這樣可以幫助大家 好, 下一節回來 姜生姜太的垃圾缸大變身 立即開始了 好… 旺居宅急變第一個主角單位 就是三十年樓齡的公屋 姜生姜太的家庭 他們的家居混亂指數 已經昇華到黑色的警報信號 最慘的是他們還有個兩歲的女兒 大人說不管而已 難道你們真的這麼忍心 看著女兒每天在這裡玩垃圾嗎 這次我們找了玄學家上去看過 住在一間這麼混亂的房子 真的會否影響運程 尤其是小朋友在這個年紀 如果一間房子這麼混亂 其實他們全部的東西都會吸收 對運氣其實很差很差很差 很煙 就算現在我叫你放任何的風水物品 假設我放風水物品在這裡 其實某程度上 我這個風水物品 都是變成雜物的 經過我們幫姜宅 一輪斷捨離廢物大掃除之後 這次節目的窩居變身專家 專門教人如何省錢裝修的Ann姐 還有家居布置達人Queenie 就決定用最便宜的預算 幫姜先生姜太的房子來個大翻身 平時一間三、四百呎的窩居裝修 限定也要二、三十萬 這次我們決定要用 不超過十萬元的預算 搞定它 秘訣是什麼? 就是親力親為 當時是很貴的 因為你什麼都給人家搞 但有些東西可以自己做 例如物料,你可以自己去買 你可以合價 大陸有很多建材城 你可以直接去那裡直接買 找到香港,可以把你的成本減低 我本身也是教裝修班 所以很多同學很踴躍 跟我一起回大陸去看建材 在深圳很多建材城 你看到它整層是賣磚 有些是專賣結具,有些是專賣家屍 所以很多東西可以在裡面選擇 Ann姐,我想請問 這裡的建築材料 是否比香港便宜很多呢? 如果大約四百呎香港 如果我要鋪一磚 大約一萬多元香港 這裡起碼是七折 很划算 現在大約用幾百元 可以運兩、三噸的物料來香港 所以你連椅子、燈、傢俬、磚 就算是馬桶 全部一次過運到過來就完蛋了 幫姜生姜太的房子 選好建材之後 垃圾缸大變身就正式開始了 我們決定用兩星期的時間裝修 期間姜生姜太就搬去 和婆婆站住吧 好,完成了,我們進去看看房間如何 很棒… 是否不同了? 很可愛 對… 對,我覺得很可愛 這次大翻新工程 由於建材也是親自上大陸選擇 然後就交給可靠的師傅 所以只用了幾萬元預算就完成了 好… 全部都可以給你們 可以放入你們所需要的東西 二合一,我們連拖門 就連電視機,電視機可以動的 可以這樣 你就可以… 很神奇 我們這張桌子可以從小桌子變大桌子 可以八個人坐 又可以有很多朋友來到 又有自己的空間 是真的神奇的 因為有很多很有用的機關 剛才我們在樓下 其實有個女兒說,我不回家 她剛才真的這樣跟我說 還覺得她的家很亂,不想回家 但剛才她一進來後 有很大的疼愛我 我覺得她還是很滿意這件事 我真的很想一輩子都是這樣 就是以後這裡是沒事的 沒事的,全部都在裡面 這次我決定用一千元以內的預算 替她們塗全屋最基本的家品 我會幫你們準備一張地毯 可以經常清潔的 是 低桌子,可以坐在地上 是 還有很多給女兒放玩具的箱子 另外我也想教姜太 一些一舉兩得的收納小貼士 姜太,我在淘寶幫你塗了這個袋子 你喜歡放什麼都可以 不用的毛巾 小朋友很少玩的玩具 總之把它塞滿就可以了 就這樣拉鍊,拉起來 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 下次玩完的玩具就要放回袋子 知道嗎? 一般的鋪筍套 也不一定要買鋪筍芯 只要把不用的毛巾 或小朋友的舊衣 摺在鋪筍套就行了 姜太,貴千金的玩具實在太多 可以開玩具店 幫你塗了幾種不同的箱子 從小開始訓練小朋友 怎樣去做收納、分類 變成他長大了 他無論在學習上 組織也會比較有條理 我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時間 不是太多… 有東西嗎?我知道 扮靚的… 扮靚的 放在這裡 是,謝謝 好了,這次的姜家宅急便 我們用網購 加上大陸找便宜建材裝修 整個單位用了 不用十萬元就完成了 過年的時候姜先生姜太 還可以請到十幾個朋友 上來一起玩,拜年 他們也說很開心 希望他們會好好珍惜新天地 不要兩天後又弄亂 香港的地方雖然小 大家都被迫要住在這些納米空間 但我們是不是真的有 善用每一寸的空間 保持良好的收納習慣 以及定期進行斷捨離呢? 這次的任務第二 第二個家庭就是一個單親媽媽 帶著三個子女住的公屋單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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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點冷 一聽也挺不錯,對 我叫Helen 搬來三個月左右 我和三個小朋友住 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 本來想到公屋 一家人不用在外面挨貴租 單親媽媽Helen也覺得很安慰 但是搬家花一筆錢 因為經濟壓力就已經沒什麼添置身家師 加上她自己先天性 基本上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收納 就是收拾東西 讓我看就開始出現了 牙櫃裡面可以有杯麵 有杯麵 杯麵是燈藏 總之所有東西是四盞 感覺上好像原子彈 剛好爆炸的東西炸開 完全不知道去了哪裡 這間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所有物品都會在不應該出現的角落出現 這個不是廚房嗎?應該放在這裡 先放雜物,又要放在這裡 有些是減肥的東西 有玩具,有積木,有白花油 這些應該放在藥物盒上 弟弟對臭物 又會飛進姐姐的房間這麼划算? 你放在那裡臭物,弟弟 Mathiel Mathiel,放進午餐櫃裡 可以直接放在費耳機上 就是還沒有很好的處物空間 小朋友好像習慣了,隨便放著 自己也慢慢潛移物化 隨便放著,所以就弄成這樣 Helen很搞笑 她說她的母手是兒子傳染給她的 兒子做功課的空間 更加讓媽媽的雜物霸佔了 這裡你平時做功課是在這裡做的嗎? 不是 特地開一張桌子出來做 特地開一張桌子出來做 當然不做,這麼混亂,怎麼做 連走過去的位置都沒有 剛好有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問我 有興趣大變身嗎? 有專人幫你去想好 如何可以善用所有空間 自己也想不到那麼多 所以就參加了 為了要幫Helen她們找回家的感覺 我們又跟她玩過若法三章 決心跟她整個屋子 最重要是斷寫來一些很多餘的雜物 起初她也頭髒髒,一口答應 但到了真正整個屋子那天 對,用完之後 這塊板要不要用這塊板? 要的 你下次真的會用這個嗎? 會 這個要不要? 這個要 這個我也要的,這些要嗎? 冬鮮的全部要的 要的,這個要的,這個要的 這支筆有用嗎? 有的,有用的 每樣都有用的 其實這裡有什麼,很多東西都有用 很多膠袋有什麼有用 只是不是問有不有用 你有沒有需要留在家裡? 她什麼都說要… Helen參加節目說家裡不夠空間 想看看怎麼可以改善空間 實際上我們發現不是空間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甚麼都說是人的 我怕燈光 喝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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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